嘿大家好我是Win向West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一個 我覺得是CP值無敵高 不論是用手機不論是用相機 都非常適合的一個無線麥克風 就是這個 BOYA LINK 1對2無線麥克風 先來說一下為什麼我會做他的評測 主要是因為我個人 我有兩組無線麥克風 我通常在婚禮拍攝 尤其在拜別 我會用四個無線麥克風 爸爸媽媽兩位新人 身上都會有無線麥克風 因為主要是要確保 他們的音調跟聲音是一致的 不會有聲音大小的弱差 然後之後應該會比較常分享 我們在拍攝的幕後滑絮 所以我本身就應該要再背一組無線麥克風 然後我正在思考 要來加購一組無線麥克風的時候 很幸運的BOYA LINK 他就私訊我 他就問我要不要評測 OK啊當然好 評測完我真的覺得很棒 他有哪些優點 我現在來跟你們說 首先我不會 把他跟 BJI Mic啊 然後或者是 Holyland的麥克風拿來做比較 為什麼 因為他產品定位本來就不一樣 一個三四千塊 然後一個上萬塊 當然其他的優點缺點 我們還是可以拿來放大一下 不過我們就針對 我使用他下來 然後對他的感想 來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們會看到 他有一個 還蠻時尚的外盒 然後他會附送一個龍毛袋 龍毛袋主要好處是 他避免刮傷 因為這畢竟是塑膠的 所以我也是會擔心會刮傷 然後他這裡有個按鍵 他同時也是把盒子打開的按鍵 但按下去的時候 就會亮燈 然後很清楚就可以看出 OK他現在剩多少電 OK打開之後 我們會看到很完整的 所有東西都在裡面 包含這個 遮風罩 然後他是一個 同時有3.5 就是一般相機用 然後Type-C Android相機 然後跟Literlin 就是Apple手機使用的一個接頭 然後他的接收器跟發射器 他是長得很像 我覺得這蠻輕巧的 很適合用在手機 他的配重我覺得會比較剛好 可是啊 因為這麼輕巧 所以相對的 他沒有任何的螢幕 然後沒有任何螢幕 你很難去看他的資訊 我覺得這是他比較不方便的地方 然後我們說一下他的轉接頭 他的接頭非常的簡單 在更換的時候 你只要拔出來 然後往前拿出來 就完成了 然後就可以輕易的 更換就是3.5的 然後你只要一樣把 把它插進去 OK這樣就完成 另外一個系統的使用 然後像DJI的 我就覺得好緊 我自己的我都把它弄到有點受損了 然後再來我覺得很喜歡他的設計 就是這個磁吸啊 以三四千塊的一個價值 然後可以做到這麼棒的質感 我覺得真的物超所值 好然後我們來說一下他的使用方式 如果你今天要用在手機 我覺得真的很方便 然後直接插上去 OK就完成了 你不需要設定什麼 這個接收器啊 它只有兩個按鍵 一個是開關 老實說我沒有用過開關 主要是因為我每次使用完 我都直接放進去充電啊 所以不需要開關 然後它充飽的電話就直接關起來 所以我沒有再使用這個 然後這裡另外一個按鍵 它有寫M跟S啊 這其實就是那個音軌的切換啊 就是如果你今天在使用一對二 就是尤其是像是 多人的訪談 就可以同時一個人別一個麥克風 然後把他們聲音錄進去 然後這個時候 我就會建議你一定要切到S 就是Stereo 就是立體聲 因為我們在後期的時候 才可以把它兩個音軌把它分開 然後我同時也覺得啊 這個是Boya Link 一對二無線麥克風 它有別於一般的市場 就是你最常看到一般市場啊 就是一兩千塊兩三千塊 然後它都是一對一 它沒有像Boya Link 這一組 它做到一對二 我覺得這是它最大的優勢 如果你今天只有一個人 那就建議切到Normal模式 就是單聲道 然後當然啊 你如果一個人 你不喜歡切到S 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們在後期的時候 一樣可以把它解開 變成雙聲道 好 然後它的使用方式就是這樣子 插上去 你看因為很小 所以我是覺得 以手機來說非常方便啊 遮風罩我覺得 直接放在盒子裡面啊 真的很方便 我們不用像是DJI這種 它就太緊湊了 然後什麼東西都放不下 線放不下 然後遮風罩什麼都放不進去 我覺得比較可惜啦 我直接開電風扇 我們來測一下 有遮風罩跟沒遮風罩的差別好了 OK 我先夾在這裡 然後我來開電風扇 好 OK 我們現在電風扇打開了 那我相信呢 應該會聽到電風扇 說到的吵雜聲音 有沒有 關於重量啊 我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其實現在不論是Holylan啊 DJI啦 或是Boya 它其實都做得很輕 但是 雖然是輕 不過還是有重量 因為你看喔 以DJI來說啊 如果你今天把它夾起來 因為它比較重 所以你看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它就會垂下去 然後如果對於你那種拍攝 Blog啦 或是網美啊 美美的牌 這樣子會比較不好看 雖然 雖然它有那個磁吸啦 可是我覺得 磁吸你貼個東西 在身上 它還是會往下垂 我覺得不好看 然後包含這個也是 這個 雖然也是滿輕的 可是比DJI還要輕 DJI我覺得是算比較重的 那一陣子夾 一樣還是垂下來 可是Boya Link你看喔 它因為它算是比較垂直的身材 然後再加上很輕 所以你在夾的時候 它不會因為 不會因為它的重量 然後讓你垂下來 我覺得這個是它的一個好處 然後接收器上面兩個按鈕 一個是開關 我還是不會用 因為都一樣 拔下來直接充電了 不需要開關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大小聲 它聲音異根本有六檔 以使用Apple手機來說 然後它的錄影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目前的音量到底是多還是少 因為手機沒有辦法像相機一樣 它有所謂的音量表 就是我們用相機來監聽 我們甚至不用監聽 我們看音量表就知道 有沒有碰到紅色 然後就知道你現在錄出來的聲音 有沒有爆掉 然後因為手機沒有辦法 所以我也順便跟大家教一下 我的操作方式 這裡有一共有六檔 然後我的習慣是 首先把按加把它加到最大 就是超過六下 OK它就會來到最大聲 然後我們不要把聲音 留在最大聲 我們往下降 一二 就是按減按兩下 一二它就會在聲音大小 就會在四左右 四或三 如果你今天講話 你是那種音量比較高 或是講話比較大聲的人 就可以降到三 所以我的使用方式是這樣子 如果你今天用手機錄音 我會建議這樣 不然就是你先錄一段 然後再放出來聽看看 看有沒有聲音有沒有爆掉 然後我們再來聊聊距離 原廠玄程 它有100公尺的傳速距離 因為它是2.4G 然後以這種三四千塊的 其實是很遠的 100公尺算很遠的 有些它甚至只有15公尺而已 然後我沒有實際去測 到底有多遠 主要是因為這種麥克風 真的不是拿來讓你 站很遠的地方來做拍攝 即使像是這種 Holylan 它也強調它有200公尺 可是我們在實際拍攝 尤其是在空曠的環境 但還不到200公尺 它就開始斷訊了 可能我們隔著身體 所以它接收的訊號一定會比較差 但是你看200公尺 然後才不到100公尺 然後就斷訊了 所以其實有100公尺 我也不會去測距離 因為監聽還是最重要 然後如果今天像手機沒有辦法監聽 我還是建議不要距離太遠 但是我在上一場的婚禮拍攝 它是一個非常嚴苛非常艱難的環境 為什麼?因為它在一個場地裡面 它同時有很多無限的干擾 不論是你手機的Wi-Fi 音控那邊的麥克風 然後再來就是人緣 然後很雜 干擾物其實也很多 但是我使用了將近差不多9小時下來 沒有任何的短訊跟干擾 我覺得很穩定 然後再來就是音質 我們可以來聽一下 我上一場的木偶花絮 欸大家好 我是Wi-Shun West 我們今天在一個露營場地 然後我們今天要拍婚禮 我使用的是這個Holyland的Lock 150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高音的部分 雖然我有把聲音往下壓一點 但是它高音的部分其實有一點點破掉 有沒有可能會看不到 我身上有任何加的無線麥克風 因為我是用領夾麥 然後把它黏在我衣服裡面 但是它其實是不影響收音 然後相對的 Boya Link 我覺得表現得出乎意料的好 我對於這支影片 我的聲音沒有做任何的調整 這就是直觸 我們今天比較簡單 就是一個正婚 然後再來就晚宴 沒有快剪快播 就是我在大聲的時候 沒有因為我比較大聲 然後就爆料 沒有 就是都一樣很維持很穩定 然後最後 我們再來聊一下降噪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場婚禮啊 其實我那時候是送客 然後 通常宴會廳送客的時候 音量都很大聲 因為這樣比較High嘛 然後大家走的會比較快 尤其是我又在喇叭下面講話 所以我就開啟了降噪功能 我們婚禮要準備收尾了 然後我想要做一點結尾啦 可是有點吵 所以呢 順便測試一下 Foya Link的降噪功能 OK 我現在開啟降噪了 然後 先整理一下器材 然後順便跟你們聊聊天 雖然我覺得還是有一點萌足 但是以三四千塊的品質 有辦法做到降噪 而且音質還不錯 我覺得真的蠻厲害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電量 官方宣稱啊 它有十個小時的使用的電量 但其實我們當天的測試啊 我們從一點半開始使用 然後三點半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轉場地 所以我有充電 放回去充電半小時 然後再繼續使用 然後一直到晚上八點多的時候 我的身上的這一個 它出現的紅色 就表示已經快沒電了 不過還好因為我們是一對二嘛 我是直接把它放回去 然後再拿另外一個出來繼續使用 然後接收器的部分 倒是都一直維持在藍色的燈 就表示你的電量是足夠的 所以這個電量來說 我覺得還蠻充足的 你也不用擔心沒有電 因為隨時沒電 就放進去充電就好了 你也不可能 無時無刻一直在拍攝 OK 我們最後來總結一下這個產品 我們現在講優點 我覺得它很適合初學者 就是我今天經費沒有很多 那我不知道要買什麼麥克風 不過我蠻推薦的 因為品質真的很棒 然後第二個 如果你今天有使用手機 然後又會使用相機啊 然後你在拍攝旅行的blog 或者是一些的可能YT的影片啊 它也蠻適合的 因為它可以很輕鬆的做切換 然後音質很好 收音品質很佳 很穩定 不用擔心很多干擾的問題 然後最後一個特色就是 它不用帶線啦 因為你看它3D我直接在上面 直接插上去就可以錄音 我曾經剛用DZiMac的時候 你看它的外盒真的設計得很棒很美 然後我就這樣出門了 我就沒有帶線 不過還好啦 因為我的相機包都有備用的線啊 所以就趕快拿起來使用 然後有優點一定有缺點 首先因為它沒有辦法 插那個靈夾麥克風 我們今天拍攝比較正式了 然後它夾在這裡 其實會比較沒有那麼好看 所以還是會建議用靈夾麥克風 這是它一個缺點 然後它沒有線啊 是優點也是缺點啊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在實際拍攝的時候 我們插上去 螢幕翻不了耶 因為它會擋住 我不知道其他牌子怎樣 因為Sony啊 它有設計就是蓋子 然後它蓋子是固定的 OK 以上就是我針對這個 Boya的一對二五線麥克風的所有的評測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產品啊 有任何的問題或想法或想知道的東西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說 我們的頻道名稱是Win的鏡頭之後 還是希望把鏡頭後面所發生的代表事情分享給大家 我是Win香West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